这两天有两份 一度被冠上落跑罪名 王威这场选战压力很大 吴怡农先生他说 要让我落跑未遂 不要哽咽也不用难过 我们留在市议会就好了 继松基签建之后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怡农 此时又抛出支持兵议延长 让这话题多了点 选举操作的考量 国防部长说 要在年底之前公告 可是呢 服方又说要在演议中 所以这些时间的推出 是不是只是充满了 一些选举的考量 兵议延长 现在两岸兵凶站围的 一个责任丢给这些年轻人 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也等于把两岸紧张的责任 让年轻人来承担 至于疫情要延长多久 却没有答案 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 提出任何的主张 都应该包括配套 但是连建议的年限都不知道 那真的就是做石头包 农包 我主张全面改革训练内容 同时适度的延长兵役制度 要一起做的 那其他的口水 我觉得都不必要 徐晓鑫跟大酸 吴一农在2020年提出 在家当兵 全民接兵的想法 恐怕让所有人都卷入战果之中 他2020年提出的版本叫做 在家当兵 我就请问如果我们没有把军民的身份分开 是采取全民接兵的情况 发生战争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军人 那不就代表所有人都会被卷入战争的炮火里面 国土防卫部队在我心中 对台湾的 嚇阻战争的能力 维持和平的能力 是非常的关键的 如果大家同意 那我们的预算以及资源的分配 也要比照的去调整 更别提他建议全力 国土安全防卫队 这人员训练和设备经费 钱要从哪里来 立委补选 倒数一个月 蓝绿从黑道 松山机场攻防不断 现在跟上纲到了国家安全 这台北综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